陶國新主席 我想說說你在會議初段回應 尖培中所說的說話 我非常之反感 也無法接受 你嬉皮笑臉地回應 尖培中說 如果你是李克勤 李克強 如果你是李克強 你就會把所有人都拉走 陶主席 你這句說話 是嚴重醜化 李副總理 是嚴重不尊敬領導人 破壞他的形象 他的名聲 最重要的是你誤導市民 你作為一個資深的議員 作為一個主席 你說這句說話是很不恰當 是很不負責任 言論自由我們要尊重 但不是代表你可以亂說話 可以歪曲事實 可以脫離事實 去形容我們的李總理 我今天作為一個同事 我很認真 我很有善意 希望你以後說話小心點 最好反思 有所警惕 其實這次港大的風波 根本跟李總理是無關的 只是警方和港大的安排上 大家出現了一個問題 而產生了一個風波 李總理訪問香港 其實是一件很開心 是很榮幸的事對香港人 有這個風波我相信他都恥了不及 我最怕嚇到以後的領導人都不夠膽來 因為來到搞到香港會內耗 會分化 香港大學 是國際的知名高等學府 社會很多棟梁都在香港要培養出來 警隊剛才處長說了好多次 他們有優秀的團隊 正義凜然有好好的形象 但是這次的風波事件各執一次 好多的市民除了搞不清楚 誰說對誰說錯 誰做對誰做錯 最重要的就是不想見到 警方和香港大學的學生 一個對立 這個我相信所有香港市民都不想見到 當然這裏沒有測方機 要不然就把這些人全部進去 看誰說大話最好 但我都覺得大家可不可以 向前項互相包容 經一事掌一致 兵釋前言 所謂我經常說是山水的相逢 警隊將來都可能要去港大招募 港大也可能有些學生會加入警隊 大家都有機會再合作 各方各面都有個緣分 可不可以經一事掌一致 向前看 今天我有甚麼問題想問問署長呢 或是在問之前我想申報一下 我也是警警會的副主席 我很明白警方今次領導人來到香港 是要有個責任去保護領導人的安全 曾署長可能是第一次經驗 以前08年江總來 98年江總來 03年溫總 甚至08年習副主席來都不是要負責 可能已經退縮了 你有沒有做錯呢 沒有做錯 這次領導人真的沒有被人 人身安全上沒有出錯 但問題就是很多市民覺得 這次你們的安排 是不是過嚴 過敏 過了龍 那我反過來想問署長 認錯就我不會問你叫你認錯 因為都很難判斷你是不是錯 那究竟你可不可以自己評估自己 是不是就這次的事件 是不是經驗不足 緊張了 神經敏感了 做了一個緊張大師 所以每件事都掌握得特別緊了 而出現這個情況 令到學生或者大學或者市民都有個落差 那如果是的 不如你坦白承認你是真的緊張了 神經敏感了 以後警察將來有很多領導人再來 可以用這個為鑑的 好嗎 主長可不可以回答 局長還是處長 林議員 你想一下局長答完處長答 兩位都答 總之誰回答我都接受 主席我回答 我很多謝林議員這麼善意的 給我們一些的忠告 就這一次領導人來香港 其實警方的部署 是跟以往的領導人來香港的部署是水平一般 但我在以前 其實那次我都跟這些記者朋友說 在這一次出來 我確實是收到很多市民給我一些意見 有一些是批評的意見 我都聽到 那我都跟市民說 現在今天再跟立法會說 我們的警隊是一支很優秀的警隊 但我就不會說我們警隊一定做的事是百分之一百都對 但是所以我們每一次我們的行動之後 我們一定有個檢討 看看我們將來 好像林大輝議員所說 我們向前看的時候 我們將來有哪些地方我們可以改善呢 或者我們和傳媒的關係和傳媒的安排有什麼改善 或者甚至將來有領導人去大學的時候 和大學方面的安排可不可以改善呢 我覺得是有改善空間 但如果你說這一次我們那個領導人安排 是不是處長騰雞 我就不覺得是 因為我們整個警隊不是一個人的警隊來的 我們是一支很優秀的警隊來的 多謝主席 梁良分議員 上一次沒有離開會 但我亦不是你的會議的事務委員會的成員 不過這件事實在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多迴響 我想今天是8月15日 正如剛才我寫給你 我們很多同事都在想 回去大家團聚一下 我相信市民都是這樣想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想說說 我一向都是比較溫和 和說話是希望大家平息一下那個怒氣 怨氣大家想一想 我覺得今次這件事 其實市民大眾 有很多都覺得 再爭拗下去 或者整件事到今時今日 各方面都不是得益的 是可能得來一些負面 包括香港大學方面 我覺得我們自己 每一個方面都可能要去反思一下 因為根本整件事的安排 不是說就這樣 好像寫一篇法律文章 為何你不是這樣 那裏不是一點 那裏不是一劃 不是這樣的 其實是一個很微妙關係的互動 因為當時根本是很多主和客的問題 當時香港香港邀請 邀請這個人物來的時候 他們亦都是一番誠意去邀請的 邀請之中 這個安排上一定是主人 他有個客人 他亦都要面對這個客人 是應該怎樣 他們自己亦都明白到 他們自己的保安方面的安排 只可以做到這樣 而需要警隊的介入 這個亦都有一個主客的關係 這個警隊介入 他亦都是很尊重你們的各方面 就是聽下來 跟著你們亦都有學生的問題 我相信如果有任何方面 既然是有些敏感性 可能是8月17日 那個網上發動的推動 令到大家可能緊張了一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個時間 應該是那個 就是學生網上說 要來做一些demonstration 帶力之類 我想這個可能導致大家都敏感了 但是最終應該都是一個主客 各個層次 幾個層面那種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要反省一下 不是說我說這樣就這樣 我認為是這樣就這樣 而且我覺得 也都有那個 剛才都說了 國際慣例是這樣的做法的 所以國際慣例是這樣的 我們不是說一城不變 都有一個互動的過程 因應時勢的轉變 都有一個互動過程 我覺得我們今時今日再說什麼呢 都是有點馬後炮 事過警遷的問題 其實在當時他們的預測之中 有這麼多重的關係之中 警隊也都只能夠做他盡可能的預測 會是怎樣做好他的保安 而港大的保安也都只能盡可能做到 但是他也都有很大的依賴性 依賴警方那個專業的判斷的 我相信這個是 那就是不輪到第三者 我覺得這個層次 是不輪到我們第三者 去作一個指指點點 我們要明白 因為是有個專業的看法 我覺得這件事都是我們要去理解 以及能夠包容的 不是說我讀了大學畢業 我現在就聰明到七彩 我覺得又不行的 我們立法會議員眾家 不應該這麼看法 我覺得我們真的只能夠 是驚一視掌一致 但是你說剛才好像局長說 我也很贊同他這麼說 對於一些的地區保安 甚至乎是一些情況 是不是可以學到一些東西呢 尤其是跟記者傳媒朋友方面的溝通 我覺得這裡是有大大的改善空間 但是我覺得我們不應該 再是做馬後炮 這樣說一定要點點點 還有我覺得主席 做審查做之後的怎樣調查 都是一定有個馬後炮的嫌疑 這個就是我的意見 主席多謝你給我機會說 好 那我首先處理了一個 延一延的會議 因為五分鐘是不夠的 我想問一問同事 我可以延15分鐘 不過大家同意可以內之五多的 我想看看大家同事有沒有什麼建議 簡單好嗎 兩句好了 好 董事長 主席我不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 但是我都希望可以 主席可以考慮一下 其實是否應該再開多一次會 因為很多同事都對這個議題 都很有興趣 我排隊排了兩天 今天都沒有機會再發言 其實有很多問題 當局都未完全可以回應得到 特別我們都沒有機會 向今天來的嘉賓發問 我覺得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我們再定一次會期 我們就聽完所有同事的發言 還有嘉賓的回應 還有官方的回應之後 再處理這幾個動議都可以 這是我一點點意見 不如我先把會 大家同意之下 我們延到五點半最後了 好嗎 OK 大家同不同意 OK 五點半 OK 好 這樣就變得好一點 我現在開始就可以聽 湯家瑋議員就說 他想多一個會 在這方面的討論簡單一點好嗎 阿劉光議員 我覺得你說開多次會都可以的 但是我想等監禁會等等這些調查 港大的報告 可能會更加有好處 我覺得今天由於有幾個動議提出 我希望主席能夠處理到這幾個動議 這是最重要的 我在這個問題裡面 而且我都覺得 因為就先局長和處長所說 之後會有一個大型行動的檢討報告 其實以往我們都有跟他們討論過 以往的一些事件的檢討報告 那我就覺得如果是 就可以等待大約多久呢 那個時間 估計 我們會盡快 就 幾個方面 第一 如果就投訴個案的調查 因為監警會要求 檢討 投訴個案很難等 檢討 即是內部有檢討 我們預計約我要三個月左右 我們可以完成那個檢討 三個月 如果大家記得 我們在這個世貿部長級會議的時候 我們用了六個時間 因為要了一個相當仔細 而且這次的行動 牽涉的工作範疇已經很多很多 所以就希望大家能夠給足夠時間 我們做這個內部檢討 好 那麼我現在就 秘書提到我 他說不如現在那四個的動議人 都分別提了這些動議 我們說了一點時間 有第一個動議人就是劉華卿議員 你是不是如此提出這個動議 是啊 主席 我可以提出 不要再說了 OK 提出才行 OK 第二位動議人是余洋梅議員 你是不是提出你書面的動議 是啊 主席 OK OK 第三位動議人就是劉華華議員 你都是提出如此動議 主席是不是要讀我的動議好一點 我待會才處理好嗎 好 OK 第四位動議人就是梁國雄議員 你都是如此提出這個動議 是 書面這個 好 OK 因為秘書很害怕 他說五點前就要動議了這個動議 OK